好 我們來看這是罐子 有罐子怎麼會買 這種顏色很少見 這個其實不是我的 這個是我姐姐的 我說你等我美大姐 這是我大姐去年的時候 她去馬達加斯加旅的時候 馬達加斯加 對 然後去那邊玩 然後他們就剛好有一天就沒事 她就跟她的朋友去逛街 逛街剛好有一間珠寶店 然後那間珠寶店很特別 它有很多就是各式各樣 不同顏色不同的款式就在那邊 然後我姐姐就看到這一個 然後她就很喜歡紅色 因為唯獨只有這個紅色 其他都紅色她不喜歡 陶紅色 對 然後剛好我大姐 她的幸運顏色又是紅色 所以她一看到就非常喜歡 就直接問 然後就說這幾款多少 二十萬 二話不說她就買了 那買了 二十萬 二十萬 台幣 然後現在回到台灣之後 她覺得說 剛好我要來上這個節目的時候 不然妳幫我見價一下 看是不是真的有到二十萬 她現在又在懷疑了 好 問題是 老師你還要請我 我們通常都是 像剛剛這個是桌子 離開或斷掉 我們才做這個金扣 把它扣起來 那為什麼她這個也要做一個 這樣的扣呢 還是她本來也裂掉 她可能 她應該不是裂掉 原來就抓兩個手桌 兩個這個 這個是紅寶石 沒有說是圓礦 這岩石類的紅寶石 它不是像我們那種透明的 不是我們一般在看 那個鐵齒的紅寶石 所以她去把它著蒙兩個 然後把它 這可能不是當在那邊做的 可能回到台灣才做的 我的看法是這樣 因為像這個東西的工藝 屬於就是我們在亞洲的工藝 不可能在非洲 會有這樣子人家做這個東西 在賣的 所以等於說 他們是用好之後 才到運到馬達 就是家那邊賣 有可能就是說 可能在中國或在哪裡 做的 做好以後再送到那邊 專門賣一個華人或遊客的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這個是姐姐買的 20萬 等於 沒台幣 我們先見姐姐的桌子 好 來 請見價 好 大姐 我跟你說 馬達是這裡不怕毛病 她真的被騙了 她是 對 她就是一個 岩石類的寶石 她沒有什麼 就是說這種東西 她就是去那個 阿咪亞給店 我在想 對 這種東西 這門的台觀觀客 所以在大陸 這個荔灣廣場 這個廣州市荔灣廣場 很多也在賣這種東西 那它就是屬於那種 但你剛剛不是說紅寶嗎 它是紅寶 這是紅寶 對 但是因為它整個表面上 都沒有拋得很光亮 很漂亮 其實它是一個品質 一般般的 所謂的工藝品而已 它並不是我們所謂的豬寶 那它如果不是兩段 這樣結起來 假設它 一圈的話 有一圈的話 有這種東西 一圈的話 通常那個都是跟優蓮石共生的 它的品質會比這個 稍微差一些些 不過假如整個完整的話 那種也值差不多十來萬 是沒有錯的 表面上你看一下照片 然後你看這個照片 它就是很 它就是這樣子 一顆一顆的 然後這個都是很粗糙的面 然後這裡是紅寶石 跟一般可能是大理石 或是白雲岩共生礦 去取出來的岩石類的寶石 把它磨成像手鐲狀的 然後做成手鐲